中国军机再度扰台 则会高度30公尺 确定是派出武直时武装直升机 跟米17运输直升机 侵扰西南空域 这不仅是近期第二度武装直升机限中 中共军机密集侵扰程度 连美方都批评中共自己破坏一宗承诺 台北时间20号凌晨 在华盛顿的发帕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线上会议中 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直言 中国撕毁一宗承诺 军事武力恫吓台湾 让一宗政策显得没有异议 美国也没有义务持续喊出一宗口号 从薛瑞福这样的建议 看得出来 美国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对中国的强硬的格局是既定事实 并没有改变 对台湾的政策积极往正向走的发展趋势 这是继美国总统拜登两度承诺 中国武力反台 美国会出手协助后 美方学者警告中国挺台态度明确 不只协助台海安全 台美经贸持续加温 22号举行的第二届 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将由经济部长王美花与美国国务次卿 费南德兹视讯对谈 不仅针对TIFA问题对话 还有美台晶片供应链细节 与双边经贸政策进一步讨论 被解读美方透过对台经贸深化对台关系 美国结合盟邦对抗中国 更加深对台经贸伙伴关系 显见中国强硬军武恫吓 适得其反 更增进国际挺台力道 三星游言俊强 陈也豪 台北超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